这个儿子你们是要不要的 不要马上就把他整死 被他们看守关押的那个过程当中 会使用电棍 颈棍 还有手铐 就用狗链子把你的颈子那个锁起来 就让你趴在里面像狗一样 有的还关到那个瓶子里面 这是我过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录像 近300名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非法拘禁 他们被罢光衣服折磨殴打 轻则劈开入战断手断脚 嘎腰子活埋都支持家常便饭 我过警方在接到消息后 立即派出警力前往境外侦查 不仅捣毁了这个大警的跨国诈骗团伙 还一起抓获了上百名犯罪分子 成功将被害人解救回来 而这一切还要从一件特殊的绑架案说起 2019年9月 一个年轻女孩神色慌张的 跑到重庆市愚中分局报案 说自己的男朋友小徐在境外遭遇绑架 对方要求会200万赎金 否则就不放人 刚开始警方还以为他遇到了电信诈骗 查询过出入境记录后才发现 小徐确实在几天前出国 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与此同时 女孩也拿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男朋友小徐被迫签下的借款协议 可以清晰地看到200万的字样 以及小徐的签名 由于数额巨大 还是境外作案 很快警方就展开了侦查行动 不过若想找到这种境外团伙的藏身之处可不容易 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高 利用多个账户索要赎金 之后再立刻分赃 很难确定资金留下 然而就在警方成立 状案组加大力度寻找犯罪分子的地点信息时 小徐却突然出现在了鱼中分局的门口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小徐失踪后的一周左右 徐爸爸接到了儿子打来的视频电话 视频里小徐浑身欲青 跪在地上挨打 犯罪分子还一个劲地威胁徐爸爸 如果不给钱 就再也见不到儿子 这样的画面让徐爸爸既生气又着急 出于对儿子的担心 他决定银儿走险 与家里人一起赶赴柬埔寨解救孩子 飞机落地以后 他们联系上了负责交涉的中间人 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一番软磨硬炮后 徐爸爸最终以60万人民币换回到儿子一条命 劫后余生的小徐回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分局报案 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十几天的黑暗遭遇 这都是打的 都是用罪打的 那边手臂也有 对那边手臂 都打的那边手臂上都是医血 据小徐回忆 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受害者 被关押在房间里 他们都被手铐靠着 像狗一样绑在各个地方 十几天里只吃了几口东西 还都是些发霉的饭菜 如果不愿意吃 那就得花钱买 不过就算是花钱 也只能吃着看守们吃过的残羹剩饭 小徐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能活着走出那个魔窟 这是我国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路下 近三百名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非法拘禁 殴打 电击 竹签 插手 都是他们经历过的真实写照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如何被骗的 小徐告诉警方 自己刚开始只是去澳门旅游 在赌场意外认识了欧杰 欧杰人脉广 有门路 见他玩得不尽兴 便故意煽风点火 告诉他柬埔寨的赌场环境更好 可以无限次借贷 还不需要任何抵押 就算输光了也没关系 回国再还也可以 重点是那里包出包住 就连机票也能报销 小徐越听越高兴 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当即就心动了 为了增加可信度 欧杰还专门陪小徐飞了趟前普寨 一路悉心照顾 下了飞机就马不停蹄的来到赌场 小徐本来就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过来的 当对方提出需要没收首席 保管身上值钱的物品时 他也没有多心 以为是赌场的规矩 然而当他真正走进赌场时 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赌场的规模很小 并不正规 而且刚一进去 马仔就开始不停地催他买马 小徐惊不起忽悠 很快便签下了一百万的借条 不过当他真正拿到手时 才发现并不是现金 而是一百万的筹码 按理说 这种泥马在赌场里 根本不能兑换成现金 所以这明摆的就是在坑人 果不其然 还不到一个小时 马就输得一干二净 小徐感觉自己被骗了 排排屁股就想走人 但赌场的人立马不愿意了 非要让他改欠条 再借一百万 他不签字就得挨打 小徐势单力薄 只好乖乖顺从了他们 可惜很快又输了个金光 那些人知道他一时间 拿不出这么多钱 于是把他关了起来 不仅将他的衣服扒光 还把他拖到卫生间 来了个冷水澡 之后就是一顿狂揍 逼他打电话 向家里人要钱 等他好不容易缓过劲 才注意到房间里 乌乌泱泱的都是人 到处充斥着被折磨的惨叫声 通过小徐的描述 以及对犯罪分子 收款账号的排查 警方前后共梳理出了 290多名被害人 在走访调查后 很快就确定了 这个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 由于案情复杂 性质严重 于中分局 立刻上报给了重庆市公安局 随后一场跨国营救行动 也悄然展开 我想到这辈子可能出不来了 我都跟我没说 我可能这辈子我都出不来了 那死里逃生了 那很感动啊 那当时心里面是热血沸腾了 我心想中国警方 就是太厉害了 既然都找到我 真的不可思议 这是我国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录像 近300名中国公民 在境外遭遇非法屈性 他们遭受毒打 被关狗龙 每天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后 当即派出了300余名警力 侦破调查 秦国梳理后发现 这批境外诈骗团伙 通常都是先找到一个中间人 诱导国内的好赌之徒 出镜土婆 等到了境外之后 就开始威逼利诱 骗他们签下签下戒条 以此来向他们的家人勒索 而在被监禁期间 为增加被害人的恐惧感 避免他们逃跑 还会进行非人的虐待 警方根据分赃账户的信息流排查 很快便锁定了50多名团伙成员 此外又顺藤摸瓜 找到了另一个境外诈骗集团 两拨人加起来 足足100多名成员 掌握了基本信息后 专案组便派出侦察员 远赴柬埔寨 与当地警方合作 但实地考察后才发现 那里人员流动快 环境复杂 侦察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而这个团伙此前 因为被警方突击过一次 并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夜以即日的蹲点观察后 侦察员终于在拥有 少量信息的情况下 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窝点 以及头目 随后警方便派出 将近60个抓捕小组 在国内和境外 同时展开了行动 不仅成功解救出了 被关押的人质 还抓获了团伙头目 以及涉案的百名嫌疑人 而在境外抓捕过程中 我国警方还在其中的 一处窝点 发现了一张不起眼的 租房紧息 通过扩限侦察 最终找到了犯罪团伙的 新据点 将房间里伤痕累累的 七名被害人 全部解救出来 这次跨国行动 我国警方成功抓回了 两个跨境诈骗团伙 捣毁了五个非法污点 追回了七千多万赃款 让这一百多名犯罪分子 全部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这里 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 虽然我们背后有祖国 但还是要提高警惕 防止被这些 国际犯罪集团渗透 无论是找工作 还是外出旅游 都要多留个心眼 防止被骗 真爱生命 远离赌博 不要相信天上有馅饼 更不要以为 它会砸到你的头上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